牧尘点点头,他眼神凝重打亮着四周轻声的说着,小心点,这片森林中有些诡异,他们一路而来并没有遇见任何的攻击,甚至连任何兽影都没曾见过,这片森林仿佛根本就没有什么活物。 可眼下呢,这些白骨却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,这黑暗森林当中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 十个人,悄然的靠拢,只是他们并未察觉到脚下的大地微微颤动了一下。 满地黑色的树叶突然飞扬起来,一道黑光暴掠而出,快若闪电般的缠绕上了徐荒,林州等人的腰身,把他们直接扯上半空。 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所有人都是一惊,牧尘视线望去只见那些黑光,原来是一道道黑色的万藤,只不过那万藤上头有血在流淌,然后顺着万藤的蠕动被吞食。 被万藤缠住的徐荒林州,他们面色大变,不过他们并没有太过的慌乱,当即运转灵力,手刀带起灵力的进风,狠狠地砍在那万藤上头。 然而,他们这足以劈裂山岳般的掌风落在万藤上头,却仅仅只是带出一道浅浅的血痕,这万藤的防御力。 出奇的强大,万藤的一端突然弹射出了约莫半仗长的黑色数次,唰的一声就带起残影,毫不留情对着徐荒二人的咽喉抱刺而去,徐荒两人眼神顿时惊骇起来。 不过就在风力无比的黑色数次即将洞穿两人咽喉的时候,一道极端凌厉的剑影暴掠而至,划过黑色万藤,扑的一声,竟是生生地把其斩断。 而徐荒两人也是坠落下来,摔倒在地上,赶紧爬起来,全身紧绷。 谢谢了。 徐荒和林舟,脸色有些苍白,心有余悸,对洛黎道歉着。 洛黎只是轻轻点头,手握长剑。 那万藤虽然防御力惊人,但是在洛神剑之下却犹如纸一般脆弱,但这些东西防不胜防,特别的麻烦。 牧尘的视线,缓缓的扫视着,最后凝视着这片森林当中那些黑色巨树。 片刻之后,他瞳孔猛的一缩。 小心,这些树有古怪。 也就在牧尘赫生刚刚脱口而出的刹那,周围那些之前毫无动静的黑色巨树,竟然在此时疯狂的颤抖起来,只见那一遭到黑色腕层铺天盖地的从那些巨树上暴虑而出,铺天盖地笼罩向牧尘他们。 众人大惊失色,灵力自体内爆发出来,各种灵气闪现而出,倒倒灵力攻势迎向那些射来的腕藤。 牧尘手握着弑龙魔枪,枪芒席卷,凡是进入攻击范围的黑色腕藤都会轻刻兼备搅碎,不过食人当中最轻松的显然是洛离。 洛神剑太过灵力,剑光过处,无数道腕藤被切断了,断裂处光滑如镜。 黑色的血逼落下来,把地面都腐蚀出一道道的坑洞。 食人形成一个圆,攻势磅礴,也是把那些万藤尽数阻拦,在他们周围的地面上几乎被断裂的万藤所铺满。 不过,那些万藤攻势仿佛源源不断,那股阵仗害人至极。 这样下去,我们会被拖死在这里了。 赵青山咬着牙,他们没有洛神剑那种神器,想要斩断那些万藤颇为费力,这样持续下去,恐怕很快就会把灵力给消耗一空。 而一旦灵力枯竭,那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像那些白骨相同的下场。 闯过去,牧尘当即立断的鹤桃。 旋即,他和洛黎率先冲出,魔枪神剑过处,竟生生把那铺天盖地的藤万弓士给撕裂开一道裂缝。 而他们呢,则是借此暴掠而出,林昭他们也是紧紧跟随着不敢落后半步。 铺天盖地的万藤,充斥在这片森林当中,犹如蠕动的触手,触目惊心。 不过,就在牧尘他们快速移动,试图摆脱这些万层弓士的时候,周围那些黑色魔术突然颤走起来,一股股浓郁的黑色雾气从他们身体当中涌出,最后自四面八方涌来。 小心,洛黎率先发现那些飞快涌来的黑色雾气,立即一到剑光暴射而出,不过这一次,剑光只是从那些黑色雾气当中穿透,并没有将其消灭。 牧尘的眉头紧皱着,一掌拍出,磅礴灵力携带着磅礴巨风呼啸而出,这才把那些黑色雾气震退一些,不过很快,他们又席卷而来。 而在牧尘因为这些黑色雾气感到棘手的时候,后面突然传来一道惨叫声。 他目光一瞟,只见荒陵院那支队伍当中,有一个人手掌触及到那黑色雾气,他的手掌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枯萎着,鲜血血肉犹如被吞噬一般,只留下光秃秃的骨头。 林州手起刀落,直接把那队员的手臂给砍下来,然后拖着他急速退入众人的保护当中,那截断臂,眨眼间就变成了白骨,血肉完全消失不见。 该死的,这是毒物,哎,林州咬牙切齿,这毒太霸道了,而且有穿透灵力的能力,根本就不敢触碰啊。 我们似乎被这些毒物给包围了,哎哟,穆风扬苦笑一声,此时他们的队伍已经停下来,因为在前方已经被铺天盖地的毒所弥漫,他们进入了死路,前不得,退不得。 穆尘脸色阴沉地望着这一幕,闯着远古遗迹,还真是步步惊险,一个不慎恐怕就得留在这里当肥料滋润这些魔术了。 怎么办了,洛梨也是柳眉微醋,眼下这情况相当棘手, 牧尘的眼盲闪烁着,他望着那些层层涌来的毒物,心头突然一动,他伸出右掌,然后四指驱拢,中指伸出,猛地对着一缕毒物点了过去。 一旁的洛梨见到他这样的举动,吓得小脸都摆了一份,这里的毒物极其霸道,若是被处击内可就严重了。 不过,就在他要出手阻拦牧尘的时候,却是惊讶地见到那团可怕的毒物一阵波动,竟是被吸进了牧尘那宗旨当中。 你,你没事吧? 洛梨急忙抓住牧尘的手掌,焦急地问着,牧尘笑着摇摇头,他望向那些霸道无比的毒物,却是咧嘴笑了起来。 那般笑容,再没了之前的忌惮,反而是犹如剑道什么奇宝一般。 这毒物极其厉害,这下子,他那因为与魔形天交战枯竭的毒指,终于能够再度补充毒气了。 一波波的黑色毒物弥漫在周围,四面全被笼罩,这些毒物极端霸道,而且似乎拥有着侵蚀灵力的诡异效果。 所以一旦被波及,恐怕会付出不小的代价。 徐荒林舟他们,面色凝重,手掌紧握手中灵气,手心当中满是汗水。 在他们心跳加速前,牧尘呢,则是盯着那些毒物,嘴角有着惊喜的笑容浮现出来,然后他轻轻地摆了摆手说,你们以完地都别动。 说着他便上前两步,对着那些黑色毒物而去。 洛梨看着牧尘的举动,被齿不由轻轻摇了摇红唇,不过虽然心中担忧,但是他却并没阻拦。 这个时候他显然只能相信牧尘不会胡来的。 徐荒他们,同样是惊愕地望着牧尘,不明白他想要做什么。 在他们那一遭到疑惑的目光当中,牧尘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,全体手指颜色迅速变得幽黑下来,一种淡淡的异香从他手指当中散发出来。 他的这根手指,经过北明龙坤的封印,再加上那一次次黑神雷毒的改造,无疑是让这根手指拥有着极端强大的抗毒之力。 这毒指,算是牧尘的一个隐藏的杀招。 当日和魔星天击战的时候,后者最后就是被他这魔指击中,肉身被毁,神魄也落到他的手中,被一把捏爆。 只不过呀,这毒指虽然厉害,可是也有缺陷,那就是那种独立,牧尘并不能自身诞生,只能从外界来吸引独立,增强毒指的力量。 只不过天地间各种毒素数量庞大,可想要轻易找到毒力超过黑神雷毒的毒素,以现在牧尘所接触到的层面而言,显然还并不太容易。 所以呢,当日彻底施展毒指,击杀了魔星天以后,牧尘这毒指的力量便消耗殆尽。 这让他颇为惋惜,毕竟少了这么一个杀伤力强大的手段,对于他而言是种不小的损失。 不过眼下呢,他似乎能够把这种惋惜弥补了。 眼前的这种黑色毒,虽然并没有黑神雷毒那般霸道,不过却显得格外阴毒,这种毒能够侵蚀伶俐。 以后与人生死交手,这足以是一种出其不意的狠手段,说不定就能够掌控一场生死战局呢。 牧尘深吐了一口气,手指上头,油黑更为深邃,整根手指和其他就跟修长手指相比,显得格外另类。 不过此时正有一股犀利,抖然自那手指当中席卷而出。 犀利弥漫而开,玄机周围那弥漫的黑色毒物顿时波动起来,竟然是有着嗡鸣声响起。 再然后,徐荒他们就目瞪口呆地见到,那些毒物对牧尘急速涌来,最后源源不断,对着牧尘那幽黑的手指当中钻了进去。 徐荒他们,目瞪口呆。 牧尘的手指闪烁着黑光,犹如无底洞一般,贪婪地吞食着那些毒物。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毒物涌进纸内,手指上的那种黑色也是愈发的深邃,看上去仿佛是由一团黑色液体凝聚而成。 这种吞食足足持续将近十分钟,那原本浓郁的黑色毒也在此时逐渐变得稀薄起来。 当最后一道黑色毒被吸收进牧尘手指的时候,他脸庞上头也是忍不住有一抹笑容浮现出来。 没想到这次这些棘手的毒物不仅没对他们造成多少损伤,反而又把他的毒指再度充实起来。 牧尘屈指一弹,只见那幽黑的手指迅速变淡,最后再度恢复白皙修长。 显然那些毒力已经被北冥龙坤留在他手指当中的封印给镇压住了。 牧尘转过身来,他望着目瞪口呆的徐慌等人不由得一笑。 走吧,看来这些毒物拦不住我们了。 你怎么办到的呀? 林州张着嘴巴,眼前的牧尘总让他摸不透,一次次以为能够感觉摸到他的底,但很快又被自己所砸破。 一些小手段而已,牧尘笑了笑,并没有解释什么。 虽然他们和林州如今也算有些交情,但显然还没到能够让牧尘焦底的地步。 走吧,继续前行了。 牧尘挥了挥手,他看了一眼周围,伴随着那些毒物被他吸去,那些魔术竟然也是再度安静下来,静静地矗立在森林当中, 闻丝不动。 然而牧尘知道,当他们再度展开獠牙的时候,恐怕这片区域又会多上许许多多的森森白骨。 他摇了头,收敛了一些心思,他可没有能力去把这里的魔术拔除,现在这些魔术是察觉到最强的手段,对他们已经没用,这才放弃。 如果他逼得太狠,到时候引得此地魔术暴动,他可不认为能够闯出这片危险的黑暗森林。 所以,至于其他人,还是自求多福,想来这里寻宝就得付出沉重的载价。 他脚尖一点,身形就犹如一缕青烟一般,急掠而出,然后对着那森林最深处迅速地赶去。 在透放,洛梨,徐荒,林州他们也立即跟上去。 在牧尘他们飞快地对着黑暗森林深处赶去的时候,在这片森林的其他方向,进入这片森林的所有队伍,都遭受到了那些魔术的攻击。 顿时,死伤惨重,一些倒霉的队伍更是彻底的灭团,化为了一具具森森的白骨,永远留在了这座森林当中。 唯有一些实力强悍的队伍,才能侥幸突破,但是也付出了大大小小的代价。 甚至,强如圣灵院、万皇陵院、武陵院那三支队伍,也是颇为狼狈。 他们的手段也是不少,虽然并没有如同牧尘那样霸道地直接吸收那些毒物,但是,有一些抵御毒气的灵气,这才让他们只是灰头土脸,并没有付出太沉重的代价。 而在突破了那些魔术的封毒以后,所有队伍都加快速度,对着深处而去。 这里的防护如此厉害,想来此地那座远古遗迹应该并不简单,只要能够获得付出再大的代价,那也是值得。 在所有队伍都在奋力突破着那魔术血腥般的封锁的时候,在最后方,却有一些黑影 状如鬼魅般的自临间阴影当中穿梭而过。 当这些黑影在掠进某片区域的时候,大地一颤,只见无数道万藤暴射而出,万藤尖端尖锐的数次闪烁着极端锋芒的光泽。 尖端处甚至有着黑色液体在滴落,显然是蕴含着剧毒,一旦被挨着半点儿,那就必死无疑。 那些数次划破空气暴虑而来,笼罩了这些黑影的所有退路。 不过呢,面对着这种险境,那些黑影并没有任何的惊慌, 那领头之人淡默的一笑,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有些苍白的少年的脸庞。 他伸出干枯如枯树般的手掌,指尖处有着绿色灵力在席卷,最后像是化为一道道绿色的符纹。 这些绿色符纹抱舍而出,然后与那些藤腕就撞击在一起。 两者相撞并没有爆发任何的声响,那些符纹直接融入了那些万藤当中, 而后那些万藤猛的一颤,竟是暴虑而开,把其他那些万藤尽数的洞穿而去。 那一条条万藤仿佛蛇一般,护卫在那些黑影周身,看着模样,这些魔术竟直接被他们给控制了。 这样的手段比起牧尘来,还要显得更为的诡异和厉害。 这片区域,魔术相互疯地攻击着,一道道万藤穿透巨树,带出黑色的血迹,令此地看上去极为的诡异。 那些黑影,则是笑眯眯地望着眼前一幕,扮上以后,等此处的魔术,直接被他们所控制的魔术,尽数洞穿斩杀以后,才袖袍一挥。 只见剩下那些魔术体内,有着碧绿光芒涌出,最后砰的一声,整个树体都是爆炸黑色的血液,爆射开来。 这些黑影,对于这些黑色毒液,倒显得有些忌惮,纷纷地避让,不敢沾染而上。